远端被群起而攻的书人 终究还是不敌重手 至于那最强的地质不朽第一步 被赶来的红毛巨猿 一掌拍在地面 砸出一个巨坑 下一瞬 林中更是出现了比人还要大的老鼠 密密麻麻 重向了那坑洞当中 到最后 甚至连一道惨叫声都没有 除了这名不朽之外的几人 死状更惨 即使被巨大的纹兽吸干血液 除了血液之外 更是还有灵魂 也一同被其吸食 一队人马就在硝烟面前 被瞬间绞杀 而这一刻 硝烟也是明白了 女帝为何之前要大费周章地 给硝烟说这么多 由此可见 招惹其中凶兽并不是最大的危险 而最大的危险 乃是触碰到不朽蛮荒当中的 禁忌规则 看见了吗 是不是很恐怖 不过夫君不用担心 有妾身在你身边 这些规则我为夫君挡下 女帝说完便是目光柔和地看着硝烟 之所以告诉硝烟规则 不是让硝烟防范规则 而是女帝等待的就是这一刻 多谢圆儿 硝烟抱拳拱手 还是略想客气 你我已有肌肤之亲 也算是真正夫妻了 辅佐夫君乃是妾身份内之事 女帝微微一笑 硝烟恶然 她答应过自己的妻子不再娶妻 可但凡遇到尊圣曾经的情人 就都想把硝烟吃掉啊 硝烟哑然 此刻尴尬地不知道如何回答 女帝看着硝烟羞涩的模样 便是眼嘴发出啼笑声 让硝烟颇感无奈 远端那些凶兽 已经将数人尽数抹杀啃食 甚至连血迹落在那些树木花草上的时候 仿佛也被他们吸收了一半 这些树木花草也在修行 在如此磅礴的资源之下 也许有一天 即便是草木 也能承腰开启灵制 凶兽们四散而开 与此同时 只见有数只巨蚊兽 朝着硝烟飞掠而来 硝烟眉头一皱 立刻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我们并未出发规则啊 硝烟看着掠来的蚊兽 女帝倒是目光淡然 只见蚊兽临近 以极快的速度 从硝烟他们身旁急驰而过 并没有对他们发动攻击 别紧张 路空而已 前面我们应该就要到目的地了 女帝笑道 硝烟看着远去的蚊兽 这才放下了警惕状态 因为硝烟眼睁睁地看着几名斗神和不朽被杀 若非没有女帝跟随 就算硝烟有分身加持 闯入这其中 也定是死死无生 太多的规则限制 一旦稍有不注意 就会触碰规则 不仅形势要小心 战斗要小心 甚至连说话都要小心 规则 是这里最强的杀手锏 顺着目光朝着远端看去 那一片的不朽蛮荒 被一层灰雾所笼罩 而这些灰雾 可不是什么雨水所产生的雾气 临近之后 硝烟便才发现 这些灰雾乃是魔器 随着临近 周遭不再空荡 而是出现了诸多身影 但大多都各自保持着距离 毕竟这种地方 都是为了造化而来 都不希望产生什么矛盾 而大动干戈 不慎触碰规则 可就得不偿失了 缓缓临近 忽然 一道身影从远处传来 兄台 好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 这道身影 让硝烟觉得有些熟悉 顺着身影看过去 一个葫芦上 赫然盘坐着一道身影 这道身影 正是之前在万象星 和硝烟见过数次的永和 硝烟看见 葫芦上盘坐的永和 此时脸上泛起开心之色 似乎很惊讶又遇见了硝烟 巧吗 我可认为这不是巧合 硝烟冷声开口 永和面色一鸣 似乎感受到了硝烟的杀意 急忙开口说道 阁下不要误会 我没有跟踪你 只是巧合得到了天和谋钻的消息 都是寻求造化 以我能够再次相遇 定然是缘分是然 哼哼 永和解释 是吗 那你让我搜搜魂 我看看 是否真是巧合 硝烟说完 身形忽然一动 抽出八荒玄中尺 以惊人的速度 回动八荒玄中尺 朝着葫芦上的永和 呼啸而去 永和面色一变 身形当即往后倒射 葫芦挡在身前 当即就和硝烟的八荒玄中尺 硬汗在了一起 后者在硝烟一尺之下 便是亮枪倒射 爱在演戏吗 硝烟眼眸微眯 下一瞬 火焰在其身上轰然爆发 陶天的火焰 顿时涌入八荒玄中尺当中 誓言奔雷池 裹挟着陶天火焰 和雷芒的一尺 先天而起 永和一拍葫芦 磅礴的水汽 从葫芦当中喷涌而出 瞬息之间 化作了一只水兽 和硝烟的火焰对碰 兄太 地我无怨无仇 我真的只是路过 你若讨厌于我 我马上离开便是 永和的声音传出 你爹坐在冰运托的背上 眉眸之中蕴寒星辰 倒映着硝烟的身影 明明很弱 但这气势却是很强 真的是让人越来越喜欢了 而且在某些方面上 比众生也更加擅长一些 你爹南南开口 抬着禽手 似乎很开心的样子 哼 你隐虚恶困试探 之后多次靠近 要么让我搜魂 要么与我一战 至于你说的 我不信 萧炎眼神冰冷 必须她也是存活了几千年的老怪 直觉告诉她 此人有问题 那么就一定有问题 永和目光阴沉了下来 冷冷地看了萧炎一眼 而后 手掌猛地连拍树下葫芦 只见那葫芦当中黑水喷涌 瞬息就将萧炎笼罩 萧炎挥动八荒悬中尺 猛地冲出之时 永和已是远顿而去 速度极快 萧炎握着八荒悬中尺 看着逃走的永和 目光威明 此人要么来自猎神宫 要么就奉命而来 不过我认为前者居多 只可惜此地不便追击 但她进入这里 也恐怕不是为了什么传承造化 更多的可能是为了我 当然 也可能是为了接近女帝 萧炎回到冰冰土身上 轻声难难道 如你所料 方才那人乃是猎神宫公主 祖斥的分身 女帝看着 敏锐觉察到异样的萧炎 赞赏地点了点头 随即 也是开口为萧炎解惑 祖斥的分身 萧炎一惊 难怪觉得此人气息诡异 但萧炎却未曾想到 她竟会是祖斥的分身 在这儿竟会发生了